大家好 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 我是李某阳 20年前还只是一家鲜为人知的电话交换机供应商 20年后竟然横扫电信业所有的对手 华为就是凭借着比竞争对手低30%左右的价格 迅速占领了大部分市场 华为创始人任正非自己说 华为的发展不依赖政府的援助 不过他在这个说法似乎很少有人相信 12月26日 《华尔街日报》连发两篇文章 深度起底华为产品价格低的内幕 拆穿了华为的谎言 是中共的几百亿美元的吉养 支持着巨婴的成长 通过检阅评估华为所获得的这些拨款 信贷融通 税项减免以及其他的财政扶持 华为从中共政府的手中获得了多达 750亿美元的这样的财政支持 用现在的这个汇率来说 750亿美元就相当于是5250亿人民币 正是来自政府的资金 才使华为能够提供慷慨的融资条件 也使它的产品价格比对手低了30% 对华为最大的援助部分 那就是来自贷款 信贷额度 以及国有银行的其他支持 报道指出 这部分的总额大约是460亿美元 其中包括从国有银行获得的160亿美元的贷款 还有中共的开发银行 进出口银行 在20年间给华为提供的300多亿美元受信额度 另外 中共为了推动科技行业的发展 采取了鼓励措施 使华为在2008到2018年的这几年当中 节省了250亿美元的税费 此外 华为还得到了16亿美元的补助 以及20亿美元的土地折价 同样是截止到2018年的5年当中 华为得到的这些政府补贴金额 是全球第二大通信设备制造商 就是芬兰诺基亚公司 它获得类似补贴的17倍 那排名第三的瑞典爱立信呢 这个事件没有获得任何国家层面的补助 2014到2018年间 华为买下了东莞的十几幅地块 可是官方的记录显示 所谓的竞标会上 华为并没有竞争对手 根据公开的资料显示 华为买下东莞土地的这个价格 仅仅是相当于类似地块 平均价格的10%到15% 这部分节省的资金 综合评估大约是20亿美元 也就是说 这些地块的正常价格应该是 200亿美元到300亿美元 近些年我们都知道 东莞的这个地皮价格 被外界形容是寸土寸金 非常昂贵 但是华为却可以拿到如此之低的价格 这里面有什么勾当 中共起了多大的作用 相信大家自己会衡量 而对这个评估数字呢 华为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那换句话说 华为默认了 据当时时任深圳市长的 李子斌的讲话内容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 深圳就已经减免对华为的税收了 包括所得税和增值税 联合评估估计 中共为了促进国内科技业的发展 在至少过去10年当中 仅是减免税收一项 就帮助华为节省了 250亿美元的税项支出 不仅如此 中国的国有银行系统 还向华为提供了 160亿美元的廉价贷款 降低了华为的成本 以及其客户购买 这个华为产品的贷款开销 《华尔街日报》指出 为华为提供的这些政府贷款安排 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 这一类的贷款安排之一 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 在过去的20年当中 向华为提供了 超过300亿美元的信贷额度 世界银行和官方的数据显示 至少在华为海外扩展的前十年 这两家银行提供的贷款利率 仅仅是3%这个数字左右 那这个利率呢 是相当于中共银行 从2004年以来 五年期基准利率的一半 华为的副董事长胡后坤 2011年曾经说 从2004年以来 开发银行向华为的客户 提供了100亿美元的贷款 美国进出口银行 前行长霍奇伯格 他举例说 一个人就想买房 如果说他能有 50万美元的信贷额度的支持 那么作为竞标者 实力就会强大很多 文章表示 华尔街日报 与威吉托州的 州立大学教授海利 还有华盛顿特区的 良好工作优先组织 一起联合对华为的 现有的公共记录 包括公司的报表 土地注册文件等等 进行联合研究 根据中共官员的描述 1999年以来 中共当局就曾采取了 不同寻常的各种干预措施 帮助华为摆脱税务欺诈的指控 因为在1998年前后 深圳给了华为税收优惠待遇 于是就有匿名人举报 说华为是偷逃税 当时的市长李子斌 随即就向当时负责监管 国有企业事务的中共副总理 吴邦国做了汇报 吴邦国开始并不确定 是不是要对华为采取什么行动 根据李子斌 2012年参加一次 国家会议时的讲话记录 吴邦国当时 是把华为看作一家民营企业的 李子斌说 吴邦国最终是同意 成立一个由审计人员组成的团队 使华为的问题在短短的几周当中 就得到了解决 那换一种说法 匿名举报华为偷逃税的问题 最终被活稀泥不了了之了 说到这已经清楚了 华为的产品 它的价格为什么会比同业低三分之一左右 也应该清楚 华为跟中共究竟有没有关系 在中共的支持下 华为可以拿到低息贷款 可以拿到超低价格的地块 可以不用缴税 同时它还可以得到中共政府给的补贴 即使没做过生意的人也能知道 有这么多优惠的条件 当然可以把价格拉得很低 这就是华为能够在20年间 超越对手的关键原因所在 当然还有它不花一分钱 盗窃别国的这些知识产权等等因素 尽管任正非声称 华为不依赖政府的援助 华为的董事陈立方 还对路透社声称说 指责华为不用偿还国内贷款的说法是谣言 另外的中共外交部也表示 华为是民营企业 跟中国其他的许多公司一样 但是这次 联合评估已经拆穿了中共和华为的谎言 中共和华为之间并非没有关系 而且是关系密切 形同狼狈 中共用钱支持华为做大 从国内扩张到国外 而华为呢 它替中共监控着14亿的百姓 充当着中共打人的棍子 但是我们不能不想一个问题 中共支持华为的这些钱 从哪来呢 5250亿人民币绝对不是一个小数字 中共不生产 它也不创造价值 它怎么会有这么多钱呢 好的 感谢你关注新闻看点 再会